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先记住两组神秘数字15跟20 走 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们就在这间里面做完所有事情吗 是的 欢迎来到我的科技农场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作物一年不分四季 是不是很神奇 还记得我刚跟你说的两组神秘数字吗 15跟20 你可以看到右边这边的蔬菜 因为我们前天才刚定制 它只要15天就可以收成了 然后我每天进来这边管理的时间只有20分钟 很不可自信吧 你今天第一次来帮忙 你跟着我做一次 你就知道你今天会有很不可思议的收获了 职人 我来帮你加点肥料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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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要加 有看到我这边什么都没有吗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全部都是使用蚯蚓来帮我做施肥 那我使用蚯蚓之后呢 这整个农田里面什么肥料都可以不需要加 另外还会添加一些益生菌 来让这些植物长得比较健康 因此我每天花在这边的时间 只有少少20分钟而已 这里怎么感觉没有像一般温室一样那么热啊 我这边可是有秘密武器的哦 温冷排的降温呢 我这边的温度在夏天大概可以维持在30度左右 所以我在这边呢可以种出冬天的蔬菜 我们这边的蔬菜颜色都比一般外面的蔬菜还要淡 就是比较偏翠绿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屋底有紫外线的涂层 可以帮我帮忙把紫外线阻隔在温室外面 紫外线比较少 所以它的口感啊甜度都会比 外面同时间种植的蔬菜还要来得好 这样子有学起来了吗 并其实发现了比较好的驱除害虫的一个方式 看来我们直床上面啊 有种了一些香药草的作物 像迷迭香啊 薄荷啊还有柠檬马鞭炒 那这些东西呢 个别都可以防止不同的害虫 而进而达到我只要驱赶害虫就好 而不必把害虫给杀死 我这边都是采用高架式的种植方式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 温室所使用的环境控制系统 那这些系统呢 我们有侦测阳光的强度 土壤的湿度 空气的温度湿度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肥力是透过秋云来施肥的 所以我们没有在做肥力的管理 经过这些空气监测的素质啊 我们的软体运算可以做到减少人工的使用 当然我最后还是希望可以尽量可以不用进来 温室就可以尽量不要进来温室里面做管理 我使用比较回归原始自然的方式 尽量不要施予过多的肥料 或者是使用肥力自然循环的方式 维持最原始的状态 那透过一些益生菌啊 来帮助我们土壤的火化 我们种植的蔬菜 生命力就会比一般的蔬菜还要强壮 我们这边的蔬菜啊 放在冰箱至少可以放20天以上 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我种植蔬菜的附加价值哦 我们一天的工作看是简单啦 只有生种、种植、采收、浇水 大概只有这些而已 我们这里面隐藏了一些不同层面的科技在里面 除了原本的农业科系之外啊 我们的技术领域还涵盖了资工、资管、电机 还有生物积电方面的一些知识 我当初成为科技农夫啊 只有两个最主要的目的 一个就是提供市场上最健康的食材 第二个就是透过一些科技的应用 让我的空闲时间比一般的农民多 那我们早期啊 一般农民在种植的时候 我们几乎每天都是被农田给绑住了 但是透过这些资讯化的应用啊 特别每天只要花20分钟就可以把我的农田给照顾好了 了解科技农夫之前啊 先了解我对农夫的定义 农夫呢在我的角度其实就是 透过自然的方式跟自然共生共融 生产出健康有能量的蔬菜 像我们农场里面啊 所种植的蔬菜 我们其实都有根据月亮的引力来种植的 那例如说每个月农历的14号 我们就会开始播种 主要原因呢是那天的引力 适合植物根系的生长 所以我们在播种的时候 可以得到最健康的蔬菜 那每个月农历15号我们会采收 那在这一天呢植物的能量是最强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我们大部分的农夫给遗忘了 我希望在我们的农法上面 可以把这个姿势给找回来 而科技农夫呢 就是透过现代化的科技的帮助 我们农业的生产以减少人力 而在台湾呢大部分都是小农生产 科技化的能力比较不够 而且外面现在的我们的厂商啊 其实提供的设备都是偏向工业型 我们农场呢使用的系统 全部都是自己开发的 如果你对开发这些相关系统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参加各地创客基地的课程 以增加科技应用的一些概念 那我在成为科技农夫呢也不是那么顺遂啊 其实我本身是资管系毕业的 所以其实我对务农其实一点都不熟 直到两年前 因为家里有农地的关系 所以才投入这边的生产 但是啊 我在十年前就已经决定要成为农夫了 那所以我在这十年的时间啊 其实是把我所取的东西 做出了资源系统 应用到农业方面 那我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 在做系统上的调整 在过程呢也不是那么简单 哇 没想到需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啊 是啊 过程虽然辛苦 但是你看这件作物成长的收藏的时候啊 那种喜悦是无法言喻的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就要继续工作啰